当地时间的8号晚间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一架 载有153人的客机 由于接到机舱冒烟的报告 在丹佛机场对乘客进行了紧急撤离 据机场的发言人说 这架客机当天是从底特律起飞的 于当地时间晚间降落在丹佛机场 在飞机滑行时有乘客报告说 机舱内充满了烟雾 客机随后对机上人员进行了紧急撤离 据达美航空公司发言人介绍 部分乘客可能会因为吸入烟雾而受到了轻伤 目前这一事件仍在调查当中